诸位同修 自己负责任 不伤害别人 不给人烦恼 不做令人挂爱的事 诸位同修 地藏道场的道风 就是 孝词为本 和和为终 当家师父 在跟出家师父上课的时候 经常跟他们讲 师兄弟之间 能够修和和 自然具足一切的供养 当家师父在此 也要将这个道理 供养大家 我们同样身为 恩赐上的座下的弟子 出家者 当作和和生 在家者 当作和和众 诸位同修 虽然 目前还是居士的姻缘 但也正因为 在家 比出家 需要面对 更多的人情事故 所以 和和众 所涵盖的层面 相对的 也比和和生 有更多的面相 除了道场的 同修大众 六亲眷属 乃至同事朋友 无不是我们行孝词 修和和的对象 但父众生 虽然 离无缘大慈 的菩萨境界 还有一段 很长远的距离 但是 可以从有缘词 开始下功夫 必行 内方 外缘 的处事之道 也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不讲伤害的话 不做伤害的事 爱护 尊重身边 每一个 跟我们 有姻缘的生命 这 就是 在行孝词的 初步功夫了 祝福大家 佛光普照 适事顺利 内外大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